恭喜Jeremy完成了自己的個人演唱會 現在心情是怎樣?我看你都忍不住哭 現在心情是剛剛一落台立刻抱著花姐 不斷地哭 我立刻說 花姐我終於可以大聲一點哭了 因為真的忍得很辛苦 因為我覺得大家真金白銀 這樣買票進來看 沒理由看我哭的 所以我怎樣都要忍起來 我都有點忍不住的 但我都希望自己忍到可以唱完整首歌 所以我忍得很辛苦 我都看你全程都眼濕濕 是的 是不是很動的女髮? 是的 還有很開心的女髮 因為其實我沒想過自己這麼快 可以有一個這麼好的表演 還有這麼多人看的表演 那去到由籌備到今天 我一直都很期待今天的發生 還有很期待見到這麼多位觀眾 所以當我收到他們的能量的時候 其實是很開心的 還有今天都唱生日歌 是呀 我沒有預期這麼快唱生日歌給我 但是我好開心 這個真是我今年最好的生日禮物 那媽媽有什麼評論給你 有沒有看錯 沒有 剛才媽媽很快就離開了 我想她今晚才給我評論 今晚再問她 或者是之前有什麼特別的 過你打的表演嗎? 我剛才開表演之前 她都特意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樓下 就是那些 粉絲有很多報警版 那些做了那些應援 那些 她去了打卡的 已經打了卡的 是的 你自己最喜歡哪些拍子 那些九個拍子 就是《必然人格》九個拍子 那個拍子 有繩子的那個 那個是真是 大家練了很長的時間 因為真的需要十幾個人一起去做這件事 所以當真是順順利利地完成的時候 自己覺得是很開心的 那你今次給自己多少分呢? 哇 八九十分都有 是啊 很滿意 我很滿意自己 哈哈哈哈 尤其是因為天唱那裡都很乾淨 是的 就是 聽說熱誠 也很鼓勵 是的 是的 我想說我昨天排練的時候 我都是給全力去做 然後我是很累 我是很擔心 哎呀糟了 我今天怎麼辦呢 但是去到今天的時候 反而是很輕鬆 我自己是覺得 嘩 可能是觀眾給了很多力量我 所以其實是很順利地去完成了 但是 真的我覺得 啊 原來真的過得這麼快 就是 嗯 不捨得 好像 是呀很不捨得 就是突然之間就沒有了 哎呀 就完了這件事 那我就覺得 嗯 今次這個回合 我自己很滿意了 所以都 希望下 如果下次再有機會的話 當作一個更加好的回合 是不是想開多幾場 因為只有一場 我自己真心問一下 我覺得這個回合 開一場就夠了 哈哈 因為太長 其實我完全沒有考慮 考慮過自己的體力 或者是聲音 行不行 所以他選了很多這些 比較難唱的歌 那所以呢 去到真正 全回合的時候 我就 啊 真是糟了 哈哈 真是糟糕了 但是我也頂了 所以如果多開第二場 我應該都 聲音沒那麼好 應該會 那你手背是在溫巴裡面 給你自己加的 自己加的 大家認真看我沒有親吻 哈哈 我是隔空 假裝親吻 這個是 剛剛在這個舞台上 自己加的 是我 是我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對不起 哈哈 黃子是沒有親吻過高二的手 是沒有親吻過的 是 小菜蛋是不是就是那些 小菜蛋 是啊 是啊 因為那些紫碎 是真的一開始 讀完蛋的時候 我就已經問監製細蘇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 四葉草的東西 因為我會唱小幸運這首歌 所以我想在上面寫一些文字 去多謝粉絲 所以就 故意做了這件事 幾套衣服 對不起 幾套衣服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套 嘩 最喜歡嗎 我想應該最喜歡女團那一套 哈哈 不是 因為呢 其實說真的 本身我是認真 沒有想著要露的 但是呢 就是 花姐就突然間 有提議就說 哎 你不如試試 除了 本身我裡面穿件襯衫的 不如脫了它 就是 本身 就這樣穿件背心 再加上那件皮褲 但是反而效果是更好 所以就立即接納了這個意見 就是我自己也 又做一下健身 起碼也不會有太多的肥肉 讓大家看到 所以就 在這個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那套衣服我都很喜歡 但這套衣服是只有剪刑的 為什麼這麼好 哦 不要按什麼 有些遐想才好看的嘛 這些東西 on show 這些小性感 會被你 可能有點緊張 有點害羞 我on show 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害羞 但是如果你叫我現在 就 難一點 哈哈 哈哈 那說回SIRENI 這位都是 這次要找她 是 為什麼是SIRENI 因為我真的說了很久很久 很久 幾年前的時候 我已經 之前做雜誌訪問的時候 有問過想跟誰合作 我一直都是說SIRENI 因為真的 我聽過她的歌 然後又認識了她這個人 然後發現她真的很獨特 就是 我覺得我們之間如果 有火花的話會很好看 因為我們都在做一些很獨特的音樂 或者是一些很獨特的形象 所以如果我們 Cours over的話 應該會很好看 是的 所以 你給她先抽 哦 我今天先抽她 哈哈哈 她會贏 我贏了 YES 哈哈哈 有沒有機會合作 真的合作一首歌 我也很希望跟她合作 所以今晚之後 我就立刻問她拿首歌 哈哈哈 但是唱那首快歌的時候 是不是有MIRROR的兄弟在後面上跳舞 是 這個也是扣示了很久 這個又是大功臣花姐的功勞 哈哈哈 就是花姐有提議的 因為其實說真的這首歌是 嗯 其實它在我面對一些負評的時候 幫助了我很多的 其實Taylor Swift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都是想 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遇到一些樂意的評論 或者是一些樂意的負能量都好 大家只要Shake it off就可以了 所以這首歌我是很想在 今次的一個演唱會裡唱 還有都很希望 就是加上兄弟一起參與 其實是很甜蜜 還有我都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將所有的負能量 所有的觀眾都可以一起散去 有否想多謝誰 有否想多謝誰 我要多謝很多人 第一個要多謝花姐 我剛剛去台上多謝了 然後其實也要多謝公司 多謝MIRROR十一位兄弟 以及多謝ERROR四哥 哈哈哈 然後還有 真的有太多人要多謝 以及要很多謝卡叔叔 因為真的卡叔叔是 真的有很大的功臣 去幫助我去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Pretty Crazy 其實我又特意去修改 就是有些重新編排 那我都是 丟一個提供給卡叔叔說 我想做這樣的音樂 那在這個回合中 裡面有很多 歌我都特意是有 可能有一點點 Rearrange 了的 那所以是 很多謝他去幫我做這些東西 對 通常一夜的 有否有任何唱會 都是你提供的 你用過的 哦 這個是卡叔叔提議的 那他就說 不如試一下做 好像慢歌那樣唱 我一開始都想不到 後來他做了這個 編曲的時候 我就立刻感覺到 啊 原來這首歌 變成慢歌之後 是這樣的訊息 大家如果真的 聽慢歌的版本 原來是真的 放下 原理把身體放下 真的會令人覺得 啊 我真的要放下一些東西了 所以很希望大家 聽完這個演唱會之後 真的可以放下一些 不好的 不開心的東西 然後開開心心地 走出這個唱館 就好了 你以為參不順呢 第一回合中學 有參加過音樂劇 會不會都想再做音樂劇 這件事 都想的 因為其實呢 那時候 參加音樂劇 真的 排練很久 半年 但是只有三場 這樣的 但是很快就結束了 其實我都很懷念 那段時間 還有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都一定會參加 寫了一封信 你自己有沒有感受到感受 或者 難度實體呢 我想了很久 真的 想了很久去寫一封信 因為其實 那封信真是 嗯 我還沒去到眼淚淚淚的 但是我是 很多感觸 我覺得去到今天 即出道五年 有一個這樣的表演 可以給到自己 其實是真是 很大的一個鼓勵來的 很希望之後可以再做好一點 下一步有沒有什麼目標 演唱會開了 下一步有什麼目標 希望跟MIRROR一齊 一齊 入迪士尼 衝出國際 入迪士尼 入迪士尼也好 你可以輕鬆一下 你們五周年在那裡開派對的 你們的粉絲 哦 這個其實我暫時未知詳情的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可以跟粉絲一起入迪士尼 我覺得是挺開心的一件事 還有一個 大家也很擔心你的餐廳 是 是 有沒有害怕了不敢再做完 哦 只可以說買個教訓 我媽媽也跟我說 不要緊 你下次再做好一點就行了 做多些功課 然後其實 現在所有事情都是交給律師去處理 我都盡量去了解現在的情況 還有很希望可以快些解決到這件事 那就是這樣 但是你們在囚演唱會的時候 可能是一些消息發展的 都有沒有影響 其實我那時候都盡量令到自己 焦點在演唱會上 我覺得演唱會 對於我的人生來說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所以我寧願將很多心力都放在演唱會上 大家心痛你選了首 選了首? 攝氏 哦 攝氏是叫做選手 哦 哦 選手 哦 哦 都沒辦法 做生意一定有事有賺的 所以是下次再努力一點 謝謝 謝謝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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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